4月22日,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,两只宠物猫已经被证实感染了SARS病毒,而这种病毒可以导致新型冠状病毒。这是美国首次在宠物身上发现这种病毒。 两只猫来自纽约州的不同地区,都因为患有轻微的呼吸道疾病而被送到兽医那里。第一只猫来自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新冠病毒症状的家庭,另外一只猫的主人后来被诊断出患有新冠病毒。根据了解,这两只猫都有望完全康复。